原标题 原标题 这些都是有征兆的 因为他一生做错了三件事 第一件就让他丧子损降 第三个更是让他天下被分 第一件自然是强占人妻了 当初张锦已死 由他的侄子张秀接手了齐军队 这时毛氏假许说曹操是他 不可与之争便选张秀投降的曹操 有这么多军队投降过来 曹操自然非常高兴 一连数天都摆了酒席款待张秀 但让张秀没料到的 是曹操这人非常好色 更喜人妻 他见到张秀的婶子 其张己的妻子非常貌美 他便强占了张己之妻 这让张秀感到耻辱 非常愤恨 便联合自己的救度 趁着曹操赎负费之际反叛 曹操也是命好 他慌慌张张起来时 他的爱将点为挡在前面 让他快走 在他逃命的过程中 他的长子曹昂还让马给他挤 而点为和曹昂则在那一晚的抗战中 被张秀杀死了 曹操痛施了点为这一员大将 非常悲痛 后来常常败迹点为 但如果他没有强占人机 张秀便不会反叛 点为就不会死 在后来曹操征战天下时 自然是曹方的一员猛将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展开权文第二件 便是诛杀吕渡 吕渡此人虽然武功盖世 但是不讲道义 为了钱财和自己的前途 他将恩师丁元杀了 为了女人 他将义父董卓杀了 但他的武力职也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当他被曹操捉到时 他便对曹操 说自己可谓他的大将 为他做前锋将军 征战天下 曹操本来有点心动了 但一听刘备提到丁元和董卓的下场 他便立刻杀了吕布 其实 如果他没有杀吕布的话 那么在长板坡时 吕布就有可能杀了张飞 再追上刘备 而在他被马超追赶时 也有可能由吕布到达马超 他也不至于要割断自己袍子逃跑 可惜的是 吕布早已被他杀了 第三件便是他放了刘备 当初他便知道 刘备是与他一样怀着野心的英雄 所以 郭家 陈玉都纷纷让他杀了刘备 或者囚禁刘备 但他却深以为刘备尚不足为患 最后 反而让刘备带领五万兵去徐州 这一下 刘备便向鱼儿入了海 鸟上了天班 后来更与他分了天下 相信曹操临死都后悔 当初没有杀了刘备吧 备注文中图片来源与网络 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